女生现在爱美注重美观 所以越来越多人要重视除毛 苗栗有一位小姐就是到医美诊所 去进行雷射腋下除毛手术 结果呢 回去以后发现腋下灼热刺痛 跑到大医院一检查 医院跟她说你这是一级灼伤 这女的气死了 赶快回到了医美诊所说 你要给我除疤恢复白净的腋下 但是医美中心说这不是灼伤 这是施打雷射之后的淤血 属于是正常的情况 双方各说各话 腋下除毛除出了伤疤破皮结痂 24岁谢小姐花了上万元 向电视购物买了课程 指控诊所腻下除毛导致一级灼伤 这个就是因为他们 不知道是他们的机器问题 能量问题 还是医生的技术问题都有可能 的话我就是礼拜一的时候 就去给医生看 然后医生就是判定他就是灼伤 是国内独特的医美专业团队 全省北中南皆有指引认所 谢小姐到了这家知名的医美诊所 做完雷射除毛之后 觉得腻下灼热疼痛 跑到林口长根检查才发现 除毛的位置被烧成了一级灼伤 我诉求就是要求他们 把我的这个受伤的地方 恢复到我原来的肤色 谢小姐希望医美诊所善意回应 院方强调那不是灼伤 是雷射后的淤青 至于破皮结痂是患者自己抓的 院方还说了在回诊的时候 诊断出的伤口属于正常状况 但谢小姐反驳 她根本没有回诊过 我都只有跟他们克服 他们只有克服 就是说他会再转达 会再转达 对此医美诊所的法务经理 尚未做出正式的回应 但发出的新闻稿 强调绝对会负责到底 中文新闻彭志明 苗栗报导